10月5日,中超联赛将展开新一轮的较量,山东鲁能将坐镇主场迎战天津全剑,上轮比赛,鲁能主场面对人和。 不过变证之后,格德斯与塔尔德利搭档的双全场并没有发挥出英勇的实力,全场被动的鲁能凭借塔尔德利的点射逼平对手,遗憾结束三连胜,但轮面对实力较弱的天津全剑,本来赢球不成问题。 但赛前鲁能收获一块消息,此前打击十亿球迹助攻的佩莱将继续商榷,今日,鲁能赛前发布会,主教练李肖鹏出席,首先谈到竞技热议的国家训练营,抽掉走多位鲁能球人之后,当前俱乐部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问题,但对于这个问题,不管如何都会对球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 另外,谈到佩莱的伤势恢复情况,李肖鹏之言,当前佩莱有请战医院,但是队一表示,如果佩莱再出现伤势,那么队一就要下岗了,所以本场比赛佩莱还不能登场比赛,佩莱缺阵对于鲁能主要有两方面影响。 其一,佩莱伤缺之前体现出不足的状态,连场进球极大提升的鲁能的前场威胁性。 其二,佩莱在鲁能队中的战术作用不言而喻,李肖鹏的战术设计基本都是围绕佩莱这个高中风。 佩莱在场,鲁能的战术变化将非常丰富,缺少佩莱,鲁能的前场进攻将缺少变化,相对单一的战术,大大削弱了鲁能的攻坚能力。 另外,如果一旦处于落后局面,那么鲁能将更加被动。 半轮比赛之前,全界遭遇本赛季的第二次三连百,排名也跌落至到属第四。 在暴击的压力之下,球队主教练鲁罗索萨成为牺牲者。 安然下课,沈祥福作为临时主帅率领全界与鲁能对来。 全界换帅对于鲁能来说,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 众所周知,换帅如换刀,全界或许会迸发出极大的能量。 面临缺冰肖将的鲁能,李肖鹏将迎来考验。 当前联赛当中,山东鲁能十三胜六平五负肌四十五分排名积分榜第三位,与国安平分。 足协杯当中,山东鲁能将与北京国安进行冠军的争夺。 当前鉴于亚冠名额还极大可能是三加一的配置。 鲁能想要进军到明年的亚冠当中,当前两条战线都不能轻易丢弃。 此后,每一场比赛都要好好把握。 期待,明日的阵权线,鲁能能取得胜利。 也期望鲁能在剩下的比赛中,赢下该赢得的比赛。